基金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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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井�葺浦子折 海涛法师 般若 답若讲座 天涯普遍法师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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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修行佛法的人能够自同道合 就是说对修行有兴趣的人大家聚在一起 那是人生的快乐 所以出家人之所以喜欢在寺庙 那因为在寺庙里面大家都在修行 然后呢互相帮助 不是互相找麻烦 互相学习 所以会觉得在生团里面很快乐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出佛的净土 因为到了佛的世界 有佛的直接的开示 加持 又有这么多菩萨 同学们 而且那边不容易起贪嗔痴 所以能够快地发起菩提心 这个是最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一直想 光想这个 当我们懂了佛法 就像各位懂得供佛在天的功德 懂得放生的功德 念佛持咒的功德 更懂得就像刚刚康布讲的 调伏自心的方法 那当然有些人懂得佛法 有两种想法 一种是好好啊 我想要用 那另外一种呢 除了我想要用佛法 消除我的痛苦 我很想帮助周围的人 也能够离苦得了 那当然帮助周围 有分两种 因为是跟我有缘的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子女我希望他们学佛 这个叫有缘慈悲 那佛教里面 更好的是叫无缘大慈 这个世界所有众生 他还在轮回痛苦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 所以讲到这一点 那就是大乘的发心 那为了更帮助别人 所以自己一直要随时 反省检讨自己 不让自己有任何负面的 念头语言行为 免得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为了立他 我们更要调伏自己 要自立 那除了这样比较消极 更重要的 众生这么多 所以不一样的众生 就像不一样国家的人 讲不一样语言的人 甚至不一样形象的众生 你怎么样去了解他 帮助他 那是真正大乘的发心 所以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圆满 所有帮助众生的智慧 了解所有一切法的 真相的智慧 所以一方面为了帮助众生 二方面要追求圆满的 佛的智慧 这样呢 再精进努力 那我想这是大乘佛教 教育的目标 那你可以不把佛教 当作宗教 但是如果有机会学佛了 那应该把这个宗教 当作一种学习 最后的目标 我们也能够成为像佛一样 所以每一种佛的显现 都是我们菩提心的显现 你喜欢观音菩萨 你喜欢文殊菩萨 你喜欢地藏菩萨 佛菩萨就会显现这样的形象 就像华人拜华人的样子 如果你去韩国 你看奇怪 观音菩萨都长胡须 怎么不像女人 像男人 你就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你去印度 你去西藏 那边的佛像都配合当地的人的形象 所以 事实上佛菩萨是如此 佛菩萨没有个性 没有我喜欢什么样子 完全完全地配合了对方 配合了对方就是空性 配合了对方就是悲心 因为他要跟你贴在一起 了解你 所以完全无我的 就像经典说 要我们做桥就做桥 要我们做水就做水 要我们做男人就做女人 要我们扮演什么形象 我们都扮演 为了对方 是一种悲心 方便 完全没有个人的 消除我子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我们学佛 基本上 当然为了个人的快乐 解脱 那各位一定要调伏自己 所调我子 所产生的贪 嗔 痴 傲慢 嫉妒怀疑 这些所谓人的不好的个性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让 你周围的亲戚朋友 感觉到 你这个人很好很好很好 好像你的身上 找不出什么样人性上的缺点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 那他就对你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信服 那也就不能够学佛 所以基本上要作为一个好人 善良的人 不会对别人或周遭环境 有所伤害的这样子的状态 就像我们 我们在护生园里面都会观察 哪一些动物完全不会伤害其他众生 结果我们观察到了 原来是骆驼 其他我们放牛 放羊 怕去 然后新来了 就很可怕 因为旧的里面有王 对不对 那些水牛 会用脚 对方的肚子给插破一个洞 都会 所以 因为他们有牛群里面 有些问题 猴子也一样 对不对 但是骆驼就很奇怪 那今天又放两只 其他都跑过来接他 这样 然后就一起就吃草了 然后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还会带他去洗澡的地方 骆驼就最喜欢洗澡 不是水 就是那个沙了 沙了 他就躺在那边 然后骆驼睡觉的时候 更好玩 四脚朝天 然后他的眼睛永远很可爱 他完全就很少 而且骆驼跟牛不一样 他的脚蹄是软的 就算碰到你也不会怎么样 跟牛不一样 你在玩马 给他摸屁股 这下你会飞走 上位我们东直方的马 我们站站站 好好地往后面去 离开离开离开 马会砰 你没看过影片 所以 他有攻击性 所以我这样讲的就是 我们 学佛 最基本就是 没有攻击性 没有攻击性 别人都不会怕你 就像一只永远 只会摇尾巴的哈巴狗 这是一个基本 就是绝对不伤害别人 绝对不跟别人格格不入 那这个世间本来就五着二四 没什么好抱怨 各位福报大不大 法会中间还有饼可以吃 然后呢 这么多法师 上师 上师 隔膝 看不关心我们 那我们 福报很大 所以你要一直想说 我们自己福报很大 太快乐了 福啊 护法诸天啊 善知识啊 用尽各种方法 这么多 你去全世界看 只有台湾 这样 佛书一大堆 拜托你拿 你到别的地方看不到 拿要钱 对不对 有钱要找不到 这个问题 所以 台湾真是一个 福尔摩杀 所以 今天报纸又登了 台湾是个最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分数91分 对不对 100分是谁啊 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有所谓的人权自由吧 宗教自由 比如说我在加拿大做烟共 警察来了 他问你干嘛 这是我的宗教 他马上回去 这样 我就是宗教 宗教自由 那是他会跟你讲说 你不能干扰到 你不能干扰到 但是他尊重你的宗教 这个当然叫宗教自由 所以 我想我们 就是希望一个 一个好的环境 当然各位相信业宝 好的环境来自于好的心 你这个人 不会伤害别人 不会报复 所以你的家里的人 就不会吵架 兄弟也不会吵架 然后你自然也不会离婚 然后你的小孩子 好像也 你乖他也乖 你好他也好 那你就一代一代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一起检讨自己 就是说 中国有一句话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障碍 事实上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只是你很少去检讨自己 甚至有人会把问题怪给别人 那怪给别人就是他没有智慧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烦恼 所以佛教里面的所谓的智慧就是取舍 这个是我应该对的想法 那个是不对的想法 行为 所以对的我要做 不对的我不能做 首先你要有这个 抉择的能力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 由定 产生的智慧 那这个要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守戒律 守戒律你才会有没有罪障业障 如果你没有守戒律 那你造了很多恶业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定下来 就算你会定下来也是个邪的 不好的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我们还是必须要 以正确的动机 跟他讲 我要多修一点福报 那这个福报 我可以消除我的罪业 这个福报也让我将来修行 比较没有违缘 不好的 就会碰到好的善知识 所以各位同样 道场那么多 有些人就会走错道场 对不对 出家人老师教佛法的那么多 有些人还真的会走错 明明就是这个不对的 他就认为对 这也是非常没有福报 就像我们讲的 八难边地 生在一个不好的地方 好多那个地方很进步 很有钱 叫长寿天 那事实上那边 好像没有佛法 那是最没有福报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们佛教 我们要持戒 不失 那再来就是要懂得 一直反省自己 那为了要反省自己 各位要有朋友 善知识 依附良伴 这个良伴不见得 他是出家人 那持行法是说 念下来 清净善事 依附良伴 这次修行最重要 第一个要清净善知识 第二个要有好朋友 来劝化 来影响我们 有时候我们自己 就像扣子没扣 自己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 要别人给我们提醒一下 所以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有这样子 比较清净的好朋友 因为有时候你眼神不对 你自己看不出来 你讲话的语气不好 自己看不出来 今天走路 那呸起来呸起来 看不出来 要有人跟你说 你怎么走路像骆驼呢 所以那你自己 才有机会去调整 当然一个人要被调整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能够接受 别人中言不会腻了 对不对 他就喜欢听这种 能够对自己有帮助了 就像一个爱漂亮的女人 他说你这边黑黑的 哦 谢谢 谢谢 我就是爱漂亮 我就不能有黑黑的 对不对 别人告诉你那边黑黑 你还高兴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个性不好 你跟他讲 你管我 你不能讲我 那就 那就麻烦了 好 所以我想 我不想讲太多 不能讲太多 但是 等一下我们最后 法会圆满了 有一本就是 供佛摘天的功德 大概把二十四周天 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为什么要供佛摘天的动机意义 那我想各位要看一下 第二本是今天要发给各位的 就是菩提心 大称的都讲菩提心 所以前面收集了华音经 那善知识 就是善才同志 亲近的善知识 那中间又讲了一个 你要如何文师修 最后还有联华生大师 对发菩提心的一些讲法 那我想从各方面 那我们就很想要去了解 所以那另外还有几本书 各位都可以拿 好像现场都有 都准备 那这边有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 回答完以后 我刚刚讲 各位今天自己挑 看你要问谁问题 还是我等一下请 我们每一位法师 可惜啊 讲讲五分钟 十分钟 跟对位 给各位贡献一下佛法 好不好 所以就是说 他们 法师格西 他们年轻出家 受过教育 或是种种的过程 对他们的 我想我这个人 我刚刚讲过 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 我很喜欢去注意这个 这是我从小被教育的 所以我父亲每次 因为我的父亲是个 做生意的人 比较国际化 所以他面对了很多 黑白两道 政治 他一定要我在旁边 我是觉得无聊透底 以我无关 那时他就会强迫我去 去知道他的内容 是什么 讲什么 对方 怎么样 回来他就要考我试 所以我就每天都在那种 被考试的紧张的阶段 但是对我 当然现在来修行 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因为修行就在学习 这些佛菩萨善知识的优点 注意他的思想 这个事情的结果 如何如何 也就是说要我们 要非常的去注意对方 了解对方 然后才能够从这里面 去学习很多 因为我父亲认为说 一个人受教育 一定要走入国际世界 你不能实时待在你乡下 待在你自己的地方 那你要充分的了解 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世界动向的问题 你通通要了解 比较严格 但是我认为 这个是对 对生命的成长有帮助 当然父亲绝对是爱我们 关心我们 只是用了方法 严厉 严厉 那当然对那个年纪来说 就会有压力 那是压力 事实上也是进步的方法 那现在学了菩萨道 我想压力更大 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有悲心 要去关心整个世界 国家 各种众生 就像我们关心流浪狗就好了 我们关心所有被多胎胎恶 那你就够忙了 这个事情一直放在你内心里面 如果你去舍弃它 不想关心它 那佛法变成麻醉剂 麻醉剂 麻醉自己 那也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这种压力 变成自然了 自然在这种状态 就像我们一起去监狱里面 去屠宰场 那些压力就来了 因为他们随时被杀 那种痛 压力就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这种压力 是一种正面的 希望能够减低它的痛 所以特别我们这个地方 叫五卓二使说婆世界 那不管你科技 有钱再进步 压力随时都在 因为我们身体会生脑病 事情变化得非常快 特别现在女孩子 很没安全感 对不对 很怕老公有小三 现在小孩子随时就不认真读书 为什么 因为电脑网络太好玩 所以外界的诱惑 在科技也有大的不得了 大的危险 所以弄得紧张兮兮 就像我们每次去出国 只要过关 特别在欧洲 美国 很恐怖 过那个关 穿这个衣服 很可怜 他意思是说 最好你脱光 你穿这个衣服 里面藏什么 不知道 然后你不脱 不脱 他就要从头到尾 接下来 那个手在插钢门一样 他要给你检查 每一个地方 上回我贴了一个salon pass 差一点被脱光 为什么 这里面有药品 这个有危险 找了九个人来 哇 这下完了 因为我身上贴个药膏 撕下来了 但是还有一点药味 这样也不行 好像你身上有炸药 非常紧张 马上按一个零 全部人都跑过来 我在那边笑 哇 这些什么事 那时候 没有人权可言 但是这个就是 越进步越紧张 对不对 因为有压力 所以我想 压力是随时存在的 叫逼迫 苦的逼迫 要了解 释迦牟尼佛讲 四圣题 第一个就是 苦的逼迫 你一定要了解 那你才会想要去 脱离痛苦 你没有这个 这个生老病史的逼迫 这个违基意识 那就不行 念下来 淡念无常 所以你要淡念无常 圣物放递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这四句话 永远要去念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所有存在的 都是生生灭灭 不稳定 生灭灭 以极灭为乐 那你能做的 就是超越外在的变化 不要起心动念 真正的快乐 不是得到什么 是不需要什么 不起心动念 极灭为乐 那这个世间的真相 就是如此 你想要抓住什么 就会痛苦 财富 年轻 健康 爱情 家庭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认知 那你的内心里面就知道 知道这个叫智慧 所以我不应该让会变化的东西 然后自己想要去抓住什么 就像你想要抓住权力 金钱 爱情 那是一种愚痴 痛苦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因为一切都在 就在变化了 无法主宰的阶段 那各位要时时刻刻跟自己 提醒这个 然后去不要被迷了 这个世界 不要被迷了 一个漂亮的 喜欢的 这个东西 魔就来了 那你要 超越它 这个在佛教里面叫禅 也叫定 那你去在日常生活去培养 因为知道我们的动机 就是不要痛苦 不要痛苦 不但不要痛苦 还要慈悲 还要帮助对方 所以 第一个问题 刚刚这位菩萨问了 那么 鬼会不会来啊 然后我家里会不会受影响啊 这个是信心不够的问题 再来 悲心不强的问题 如果鬼没来 你念老半庭干嘛 一定会来 对不对 那来着干嘛 来即解脱 对不对 哦 我要布施甘露给他 我要给他念佛啦 他一定可以解脱 这样就好了 而且 鬼他就是有佛性嘛 所以他就可以成佛嘛 他只要 为他念咒 然后呢 引导他去 极度世界就很好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永远相信 你对他好 他不会伤害 如果真的有人 因为碰到鬼 而有一点伤害 那是冤亲在主 因为欠他债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点苦 那也很好 那是悲心 因为可能他没吃饱 对不对 他说没衣服穿 那你要多做一点观想 这样就好 所以这个不能 怕 也不需要担心 第二个佛像的问题 这个佛像要不要开光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佛像 有没有开光啊 重点是 我有没有信心 因为我们拜佛啊 最少是学佛的德 加持力 对不对 我想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要有信心 阿弥陀佛就来加持 那个无形的阿弥陀佛 根本不需要开光 当然了 这个世界有魔有鬼神 但是所谓如果 念下来 人正神意正 如果你今天修行的动机正确 那这些鬼魔 那这些鬼魔就不会有伤害 那是如果你要修非常殊胜的法 那障碍就也多 那就像说 各位说 我要发布地心 一心成佛 你这个很殊胜的法 那那当然 那这些鬼魔就是希望你不要这样做 免得他不能做魔王 会有这个意思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有机会 自己念念开光仪轨 更重要 各位一定要有善知识 就是说 修行人 你是在家人 那我们修行还是要 亲近知见正确的出家菩萨 然后出家菩萨 如果你愿意接近他 一定是他有悲心 跟他出不出名没关系 然后如果你相信他 他也会去你家帮你念一念 对不对 我想各位一定要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关系 或是说你把佛像带到佛堂 请他们念一念 那你会更有信心 就像各位归一三宝 你也不可能自己跑到佛前 就算归一的 因为这个世界明明有出家人 有一个代表三宝的具体的形象 出家人帮你归一 那你得受归一 同样佛像如果你愿意 那请出家人 帮你念一个简单的仪轨 那出家人也不会反对 那这样就比较安心 没有问题 再来第二个问题 心经里面的色粒子 跟往生以后骨灰的色粒子 是一样吗 太好了 你居然问这种问题 代表你是太好了那种 那当然有人把 冷气有开吗 有人把这个色粒子翻译成 那个敲不破的色粒子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色粒子 讲的是色粒佛尊者 智慧第一 他的妈妈眼睛像老鹰一样 所以叫色粒这样翻译 所以他是这个妈妈的儿子 所以叫色粒子 这样 就是鹰眼的儿子一样 所以是不一样的 讲的就是色粒佛智慧第一 所以 因为讲的是空性 那对积者就是色粒佛 所以这一点 我想各位一定要 看看佛经激进善知识 因为我真的是在电视上 听过有些老师 在解释这个色粒子 解释老半天 在解释那个色粒子 他居然在电视 讲到下下狗 那想必有人也看得下下狗 所以一忙一忙中忙 所以有时候 人还是要受过一点正式的教育 看看佛经 台湾的方便 佛学院办不起来 因为没人 为什么没人 大家都自己家里有佛经 跟西藏不一样 所以各位还是要正式的看看佛经 也正式的听闻 很多善知识的教法 你就不会有这个误会的问题 再来人往生后最好去哪里 西方极乐世界或天界 或都算内缘 这是看你的动机吧 你的释迦牟尼佛都说好 你是修来世人天福报了 你愿意升天就升天 但是升天释迦牟尼佛又说 天哪个天最好 都算内缘最好 那边有天界的享受 欲望 而且还可以亲近弥勒菩萨 很多善知识 也可以学发不离心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净土世界 那净土世界有这么多净土世界 那当然所有净土世界里面 最容易的就是他立法门 就是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你就算没有修 造了很多恶业 但是你只要有个信心 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力 叫他立 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去 俱乐世界 但是当然 如果你已经在修行 持戒布施 那你任何净土都可以随愿往生 看个人的因缘 再来十家型的十万遍 如何计算 才算佛法 如法 例如参加共修点灯的数量 可以加进去吗 不能这么说 所以说 当然我们是共善业的功德 但是自己如果你发愿说 我要点十万盏灯 念十万遍 那你还是要自己去念 但是参加这个共修一意变 那是一个共修 随喜这个功德 但是这里面是讲自己的 但是话又讲回来 千万不要为了数字 变得要死 一次的欧玛尼变命后 代表一次的悲心空性 可以 一次的阿弥陀佛 代表一次的厌离心 一种对极乐世界的信愿心 对众生的悲心 我想不管念佛诵经持咒 那你要有一个 以这样子的心态叫次数 了解吗 就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念乃至十念 皆得往生 不是光念佛 而是说 我有那个念头 愿脱离世间的 当下的苦 愿往生净土 自我讲这个比较正确一点 正确 那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 要听经 深入经账 知道念佛的方法 这样比较圆满 再来基督教跟佛教 道教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不拜祖先 可以吗 不拜祖先跟宗教没关系 是不孝顺 并不是说 我信基督教就可以不拜祖先 我信佛教 道教就一定要拜祖先 我想 佛教叫法尔如是 它是个真理 它不是一个世间的宗教 佛法是以真相来谈道理 所以孝顺父母是真理 这个跟宗教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孝顺父母 那你去拜神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神都有基本的孝顺 这是基本的功德 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守五戒十善 才能够升天 他才有资格做天神 所以我想拜神也要去了解 这个神的道德在哪里 它值得我们学习在哪里 所以我想 那只是一些宗教上 自己的一些讲法 讲法 不过我认为我们 站在佛教徒 不能不要 也不需要随便去改变别人的信仰 然后也不需要说 我佛教要拜 你们可以不拜 不是 而是孝顺是本来的 人性 人格的基础 就像不要去杀神一样 你们佛教徒才吃素 我们不需要吃素 我说这个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你会痛 他也会痛啊 你有妈妈 他也有妈妈 事实上现在网络上 有很多小牛被生下来 然后他们就要把小牛 抢走 那个母牛 都有些很痛苦 忧郁症 有些就去攻击人 为了保护他的小牛 他就是不想让小牛 离开他身边 人为什么要把小牛抓走 这样他就可以 抢他的母奶 不给小牛喝 他就可以赚钱 小牛呢 就是死掉 就是被杀掉 所以 那这个道理是 这个跟宗教没关系的 这个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或生命的痛苦上 这并不是 佛教不是教条主义说 不能杀神 我佛教徒 那我说我不信佛教 因为佛教你们规定不能杀神 这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信仰必须要有智慧的了解 有智慧产生悲心 你能够考虑到对方跟你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想拜祖先是不分宗教的 然后我想正确的宗教都不会叫人家 不孝顺父母 不超度祖先 那我想应该用文化来讲吧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亲近善知识 然后呢 亲戚朋友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请求帮助 或者至少我们有一些经验 怎么样帮助 但是我认为多思维死亡的问题 多面对死亡的问题 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以前强迫自己去助念 因为我怕怕 怕看到死人 所以那时候来我发觉这也不是办法 然后每次在佛堂念佛 就会打瞌睡 后来我就跟恒春的举事说 只要有人往生 你就想办法告诉他 武功式的 不要钱的 然后只要他答应 我一定会去的 想尽办法 这样来强迫自己 后来哇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是我都去了 那去了就像刚刚站进化 什么死亡的都有了 有一次最震撼的是小孩子 两个月死亡了 躺在那边 然后全身白兮兮的 然后脸又很漂亮 然后爸爸哭成不成人形 那个时候你要去想要 要跟他讲什么 怎么样帮助 往生者又怎么样帮助他那个爸爸 然后要去了解他的过程等等等等 也碰过一个年轻人 十八岁被车撞死 然后我去帮他 祝念 然后后来奇怪 他居然来托梦找我 托梦找我干嘛 要我 因为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阿嬷 阿嬷 他希望我去跟他阿嬷 鬼三宝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些 虽然我从那一次以后 我就不怕鬼 为什么 原来人家找我做好事 我以前没有碰过 他觉得说鬼很可怕 后来他觉得说 不会 他这么孝顺 我很感动 所以我隔天就真的去他家 然后问他家人才知道说 他阿嬷就是最爱他的 所以我就跟他阿嬷 就讲了很多 后来他阿嬷也跟我讲了很多 因为他阿嬷好像 人到了老了 好像有一点神通 我什么事什么事他都知道 然后我 因为如此 我认为这个是佛经里面读不到 佛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理论 但是你在面对生命的 种种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是个因缘 我认为那个就是佛菩萨 给我们因缘 所以我对吃素就一直很有信心 因为我有一次去祝念 结果有一个老菩萨已经 二十几年得癌症了 然后他的媳妇很孝顺 在卖槟榔了 居然送地上进来找我 然后叫我去跟他的婆婆 祝念关心一下 我就去了 结果我一去 那个医生还在旁边 医生还问我说 叔父我问你 为什么他全身苦都累了 都没听 他就问我这个问题 他就说 我讲一下国语好了 他问我说 师父你能不能回答我 为什么这个老人 二十几年癌症都烂掉了 他一点都没有痛 他一点都不要 我打止痛剂都在笑笑了 真是如此 所以我跟这位老人讲话 他那个臭味都不出来了 只要一开口 他里面都烂掉 但是他没有痛 他就赶快拿红包 眼睛看着我 红包红包 供养师父 供养师父 后来我一问 我才知道 哇 他是一贯道的道亲 所以他都没有吃过肉 第二个 他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媳妇 什么都不会 就会念地藏经 一天念七遍地藏经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一直念 一直念 然后念到 醒来又念 然后念到睡觉又念 然后这个老菩萨 有这种地藏菩萨的加持 再加上他自己是吃素的 所以他从头到尾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最后他往生了 我去帮他祝念 既然还从棺材旁边 飞出两只不一样的鸟 然后他们都问我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超度了吧 超度了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给我很大经验 后来他家里人就开始吵架了 因为媳妇学佛 所以要拜树的 儿女没学佛 太低功 然后两边吵起来了 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办 就到我 到我公司来开会 疏忽你 你为什么叫他吃菜 这样 然后我就 一直跟他解释 一直跟他解释 后来 后来不知道是拜婚 来拜祝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那个媳妇 就出家了 也很好 檳榔也不用卖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经验很重要 摄入到人家家庭的问题 媳妇 反而儿子 女儿不孝顺 反而做媳妇怎么孝顺 所以缘分很重要 这个媳妇这么孝顺 因为这样的出家 他缘分也很好 我还碰过一个老菩萨得癌症 家里不给他打止痛剂 然后用绳子把他绑在 绑在那个医院的床上 然后里面的护理长 看不下去了 就主动到我公司 师父啊 你看你有没有办法 这样 结果我一去 我那个老菩萨 痛到都不讲话了 因为被绑在那边 然后我看他女儿 怪不得 猪脸猪脸 为什么 我才知道 因为这个老菩萨 年轻的有杀猪卖猪肉 原来他的女儿是猪来脱胎 哇 要来报仇呢 不给他打麻醉剂 用绳子给他绑着 然后那个老菩萨 气到会讲话都不讲话了 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我只好把他女儿 先请出去啊 找个女儿 然后跟这个老人说啊 你不要怨 因为我们年轻杀猪啊 我才知道他是杀猪卖猪肉了 我带他忏悔忏悔 很虔诚的忏悔 然后他有掉眼泪 我代表他忏悔 后来就走了 走了以后 当然我就交代他家里人说 你不要敢 因为横春人的习惯 就是杀一只猪 要大大的 嘴巴啊 然后就放在门口 这样是孝顺 所以我还特别给他交代 你绝对不行哦 如何如何 结果往生了以后告别事 叫我去看 一进去 大猪在那边 那是老菩萨的夜报啊 所以这只猪 我要跟他跪啊 跪啊 然后老菩萨 念念佛啊 然后他儿女在那边打麻将 很出人的习惯啊 对不对 打麻将吃槟榔 守灵啊 这样啊 所以我想这些经验对我就很好 所以我认为说 我的生命就会改变 所以我会喜欢照顾动物啊 超度啊 其实因为从横春来 因为我们五公师后面有眼镜蛇啊 什么鸟都有啊 什么动物都有啊 流浪鬼也会来啊 鬼更多啊 所以就我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就每天忙不完啊 忙不完 忙这些 而且这些鬼倒还真实存在 你答应的事情不做都不行了 马上就会来找你 这些动物也会 我认为这个都是非常好 这些因缘会让你知道 我们学佛还有很多事情要 要去了解 所以慢慢慢慢 我讲佛法就会讲得比较浅一点 因为我以前书读了比较多啊 讲到大家都睡着了才好 一定要讲到你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才行啊 代表我读了很多书啊 那后来就到乡下就改变了 不行不行 他们都睡着了 这下怎么办 我也在一直看手表很难讲 所以我现在发觉 你看我讲话有没有点幽默啊 这个幽默也很困难 对不对 你讲笑话没人笑 你才很痛苦的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为了 为了要去接触众生 所以后来我祝念就改了 我一去保证大家笑 连他家里都笑起来 因为什么 太好了 要去极乐世界 不要哭 对不对 快乐的不得了 你要有当下的那个一刹那 让王生德也笑起来 让家里也笑起来 甚至我碰到一个很坏很坏的小孩子 吸毒了 后来死掉了 家里很伤心 我要讲到他家里想说 修得不错啦 不来讨债了 他现在升天了 不用再痛苦了 对不对 你要用什么方法 而且要告诉他什么方法 所以这种方便 善巧 要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诸佛菩萨加持你 所以你就知道 在那一刻你要讲什么 如果你在家里想说 我要去讲什么 你还想不出来 但是你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这样的时候就了解了 原来所谓的智慧 佛性如来藏 就在你完全立他的时候 显现出来 所以我就 原来如此 就像佛陀下地狱 然后去救一个另外第一个人 他才了解说 这样就是脱离地狱最快的方法 自他交换 所以我想如果各位 你不愿意去面对困难的境界 或是种种难处理的事情 你要去显发所谓的智慧 就不容易了 所以念一下 来 显发慈悲 极见如来 就是说你去帮助对方的时候 你的福性 你的智慧就会开展出来 那我们的经典就会活用 所以我的师父经常跟我说 你去看经典看那么多 你还不跟人家讲经典 我说师父 我跟谁讲 这个不好意思 你去助念就可以讲 今天早上你看金刚经 刚好去助念 你就 那叫因缘 那你就今天就去跟他讲金刚经的 一点点 内容 而不是说我来讲经 就是针对金刚经 就针对这个王者跟家里去开示 那个就佛菩萨安排你去应用 所以你讲一遍金刚经以后 你整个金刚经的 从头到尾的科判你都会了 因为你实用了这一部经典 就像刚刚我们 占讲法师跟我们讲金光明经 所以各位 那这个金光明经 真的是太重要 如果你有机会 从头到尾 我们也有印整本的 各位可以从头到尾看一遍 那共佛在天不是一个仪轨 它是一种实修 它是一种对三宝 也对护法诸天的感恩 祈求三宝护法诸天 帮助这个世间的一种 一种非常好的实修的方法 就像我们去帮人家助念一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猫 您将 ard放剧下 haul 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站,长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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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就是我剛剛有講那個台南那個嘛 他是那種十字會的 然後我們就是某一次他們有問我們 可不可以去幫忙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這個團隊 然後去那邊撿 撿完之後我們就覺得說 撿完之後那種感覺挺好的 就是幫他們服務啊 然後跟那些阿姨阿媽阿公聊天這樣子 然後回來之後我們就想說 不然反正其實平常休假也都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蠻無聊的 就是一撿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找 我們其實問蠻多家 只是因為有些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跟我們配合這樣子 我們就是網路找啊 看那種養老院啊 或是這些單位 然後一間一間去問這樣子 其實最初的時候是那個一間的哲民老師 他們是主動跟我們聯繫 對 他那時候打來就說 我們有沒有需要這方面的需求 對然後他就 剛好就是我們的孩子 就是平常因為他們也都在外面 就是都是家人待續的 然後我們也想說 讓他們有跟其他人有一個不同的接觸 那就藉由這個他們問我們 我們有需要 那我們就這樣子 就跟他們搭上行 這樣子 其實一開始 他們 對他們其實是很陌生的 就是看 剛剛你有看到的 就是有的孩子 就是會在那邊大聲的叫 因為他今天自閉症的孩子 他們對陌生人 他們其實會 就是說 你今天沒跟我講什麼 突然來的這個陌生人 他會覺得 我心裡就有個防備 其實他們一開始都會 有點恐慌 會有點焦慮 那其實就是在焦慮中 你就會看到他們就是 會有出現一些大叫 或者是智商的行為 其實就不要去限制他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這樣子 所以就是順著他 跟著他跑這樣子 他可能就是像 有躺在地板上的 或者是說 突然站起來的 那忽然突然轉頭的 所以在這一塊我們變成就是 後面好像感覺自己被訓練成 就是他一轉我們就跟著轉這樣子 就是靈機應變會比較大 做太久 他們會覺得 頭髮剪下來會 在脖子上 他們會覺得會癢 他們就會想要亂動 然後我們就會盡量就是 可能剪完一部分 然後你就稍微先清理一下頭髮 或者會跟他們 聊天啊 然後稱讚他們 這樣 這樣撿起來的話 他們也會比較安心 對啊 或者是由 老師配合幫忙這樣 我會問過蠻多我的朋友 因為我朋友圈都是攝影師 他們都沒有辦法去接受這個意見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來這邊 就是他們在剪頭髮 他們會覺得 就是會有潔癖 個人潔癖 因為他們有些 阿醫他們阿嬤他們 就是可能 頭髮都會比較髒 然後我們工具都是自己在用的 然後變成說 他們沒有辦法去接受說 他們的工具去 踏取這些不乾淨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其實我們在找人上面 其實也說 也蠻 蠻多問題的 可是 這兩位 他們都會 就是一起啦 幾乎每一次都會出現這樣子 單純就是我們想做 沒有 要求任何回報還是什麼 就以 以前學的技術 到現在 然後學自用的 幫忙 他們 比較弱勢的團體 就是幫人服務 像 可能 過年我們可能還會再來一次 因為過年可能 大家都要想 漂漂亮亮的 然後像下個月 我們也有接到 有機養老院 幫那些阿公阿嬤藝田 就是 單純的 沒有想要發展廣大 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 不求任何回報 這樣而已 紀錄這一塊是 該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 我們默默的在做 那同時可能就是 在 推廣這一塊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通常 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 所以接觸到的也都是 同行的人而已 但是未必同行的人會想要 就是跟著我們一起出來 意見 當然還是有 但是 不一定是多數 可能是少數的一些這樣子 對 那 藉由影片的傳導 然後去 推廣這一塊 其實 我們做益檢服務這麼久 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我希望就是 有些 像我們 就是美法從業人員 有些 夥伴啊 可以就是把我們 就是畢生所學的東西 然後來回饋這些 社會上有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我覺得 每次出來檢完 那種回去的那種心情都 蠻好的 就是 對 蠻開心的啦 因為就是幫助他們這樣子 互生公德书甚行 互生公德殊聖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網無亮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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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